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今天我们头条选择的是美国共和党初选第二站 川普所透露的一个讯息 2024年选举 似乎看起来川普跟拜登对决的情势越来越明朗 而这也指向了美国会再选出川普当总统吗 我们来看这第二站的初选 第一站是爱荷华州 第二站是新罕布下州 川普连连大获胜利 美国共和党初选的第二站新罕布下州 剩下是川普跟前联合国大使海力两个人的对决 CNN出口民调分析显示 在登记共和党的选民当中 74%投给川普 海力只有24% 但新罕布下州接受没有登记党籍的人 因此66%投给海力 三成支持川普 这能不能反映美国全国的选民去向很难说 再来看学历 大学毕业的人近六成选择海力 投给川普的 大学毕业的话不到四成 但大学学历以下的民众高达66%支持川普 他们投给海力的不到四成 因此也反射出来 在共和党内 学历较低的人 似乎是川普的死忠铁票 下一站是海力的故乡南卡罗莱纳州 因为他在那边当过州长 海力誓言要继续选下去 但也有人说 如果海力第三站连南卡都输了 他真的势必要宣布退选 美国前总统川普重返白宫再进一步 共和党总统提名第二站新喊不下周 77岁的川普以54%的得票率 赢过唯一剩下的参选人 52岁前联合国大使海力的43% 但这回川普情绪显然受到对手高亢 打死不退的态度影响 胜选演说显得怒气冲冲 川普口中的胜选冒牌或海力确定在新喊部下落败后 随即上台感谢支持者也恭喜川普 但誓言会继续奋战下去 这是两人首次的一对一对决 且是在温和派中间独立选民多的新喊部下周 但海力还是输给川普约11个百分点 代表共和党内反川势力已打挫败 不过她的团队强调 近半初选选民并不支持川普 海力也在打川普痛点 海力再次向中间选民喊话 因为唯有他们能助他拉下川普 根据CNN出口民调 新喊部下周登记共和党的选民 百分之七十四投给川普 仅百分之二十四投给海力 登记五党级的刚好相反 百分之六十六投给海力 百分之三十二投给川普 教育程度大学以上的选民 也叫支持海力达百分之五十八 而不具大学学历者高达百分之六十六选川普 我希望她会赢 我觉得她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我认为如果川普总统成为我们的候选者 他会赢再次赢 单纯就党代表数计算来看 川普在三月五号超级星期二前 还无法取得提名所需的多数 而海力预计至少选到二月二十四号 她家乡南卡罗莱纳州的初选 不过川普显然已经失去对战耐心 其实川普根本不需放话威胁对手 因为共和党提名几乎已是他的囊中物 他是共和党自1976年以来 第一位联赢爱荷华和新罕部下的参选人 过去从来没有人赢了这两州 却未获党提名 且川普在海力家乡南卡 这个极度保守的州 民调也平均领先三十个百分点 现在他要担心的 应该是四年前的死对头 现任总统拜登 拜登在2024大选第一场 与副总统贺锦丽的联合造势 再次主打住民主党 在其中选举获胜的堕胎权议题 谴责堕胎禁令危害孕妇健康 且把矛头对诊川普 不过拜登也有他的包袱 除了81岁高龄 出口民调显示 四分之三的共和党初选选民认为 美国经济状况不好 党内也对拜登在以哈战争中 坚定挺以色列立场有意见 在维吉尼亚州这场造势 反对以色列入侵加萨的抗议人士 就至少打断拜登十次 不过同一天 新罕部下州也举行民主党初选 尽管因党把第一场初选 移到足以多元的南卡而未获批准 改由选民自行写上参选人姓名 最终拜登还是南瓜 超过六成选票胜出 TV生活综合法道 好